嘉义县新港一家知名的生炒鸭肉耕店发生了窃案 这回窃贼盯上的并不是钞票而是96张发票 店家当时将宅配货品的发票就放在桌上的篮子内 没想到一对男女客人竟然起了贪念 邪犯遭逮之后声称只拿走58张发票 让店家气愤不已 将投契的过程上传到网路也提醒店家方范 男子从篮子里拿起一整叠发票 一张张仔细弹开来看看的入迷 眼前的名店鸭肉耕顿时失去吸引力 一叠发票交给隔壁桌女子后 她也来到桌前光天化日之下 顺手将发票塞进包包 让店家气愤不已 会这么气因为被偷的发票多达96张 受害的店家是嘉义新港一家知名的 生炒鸭肉耕店 10号将准备随宅配货品寄出的发票 放置在桌上 不要下午两点多96张发票不翼而非 一查竟然是客人顺手牵羊 联盟报警 驾驶一部白色本田自小客车逃逸现场 两人坦承犯案 一切到罪嫌 韩宋嘉义地方法院检查署 申办 竟然连发票也偷一偷还多达96张 嫌犯遭逮后还声称只偷58张 交还业者却发现有三张金额不符 虽然发票能透过电子作业作废 但账目全打乱 报税也变得麻烦 其得店家将影片po网要同业提高警觉 解采成为家义报道